哈囉,大家好,我是MiniDoraCat,Dora肥貓 我經常會發布一些遊戲相關的MOD教學 如果喜歡我的教學,歡迎訂閱我的頻道並開啟小鈴鐺喔 那我們廢話不多說,趕快開始吧 今天要來教各位的遊戲就是這個,Risk of Rain 2 這遊戲呢,已經出了一段時間 那它的MOD管理工具也有很多種,大部分也都蠻成熟的 那今天要教各位是這一款,因為這一款呢,最近比較有在更新 其他的大部分都已經是一兩年前了 而且這個MOD他分享給朋友的功能呢,做得比較方便完整 待會後面我會做一個介紹 那首先呢,你第一次使用的時候 我會把這個網址放在影片的下方 然後呢,你再點擊右邊這個按鈕下載 下載完以後呢,你可以直接打開壓縮檔 然後在裡面直接點兩下安裝 然後下一步直接安裝就可以了 如果你要改入鏡,我是不太建議這麼做 因為我不確定會發生什麼後果 但比較建議就用預設的位置 好,那我已經裝過了,所以這邊我就不再重複安裝了 那麼呢 再來呢,你如果安裝完以後打開這個軟體 它的第一個畫面會是這樣子 那首先呢,你就是選擇你的 因為你一開始只有一種 那你就是select profile default profile 進去以後呢,你這邊什麼MOD都沒有對不對 那再來你就是到這個網站 去找 它這兩個點選在最上方的 這兩個是核心 最重要的兩個插件 你就直接點選左邊這個按鈕 那你第一次點的話 瀏覽器上方會提示你 是不是要去啟動這個軟體 那你點選4就好了 因為我已經勾選了不在詢問 所以你們不會看到 然後呢,再來是這一個 第二個也要裝 一樣是這個 Install with Modern Manager 好,這兩個都裝完以後呢 基本上核心裝完 你就可以開始挑選你要的功能插件 比如說這個是和 和朋友共享的 共享戰利品的 裝備的一個MOD 安裝完 然後呢 再增加連線上線的超過 預設是16人 那你可以 應該是可以無上線的連線 人數連線 裝完以後 確定進來以後呢 你只要點選左邊這個 啟動 上面第一個 這個是跟MOD一起啟動的意思 那第二個選項 是原版 沒有MOD的 選項 你只要點選第一個 好 他開始跳這個視窗 這個呢 就是他在加載MOD的 的過程 我們先啟動一下遊戲 那你先隨便開個多人 你就會看到 你的人數已經提高上線到16人了 那接下來呢 有些MOD呢 他其實會提供一些設定檔 這個地方你可以按XX 你就可以繼續做一個管理工具的編輯 但是當然你做的任何編輯都還是要重開遊戲的 那當你開過啟動過以後 這邊的config 才會產生相關MOD的一些參數設定 比如說這個 增加連線人數的這個 預設16人 你可以把它設定高一點或低一點 那你在重開遊戲 就會影響到你這邊的人數 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麼接下來要來教各位要如何 把你使用的MOD分享給朋友 首先呢我們可以到這邊 settings這裡 然後 可以在profile選項 底下的 這邊輸出你的profile變成一個call 底下這個是變成檔案 但是我比較推薦使用call 因為這樣分享比較簡單 你不用再傳什麼檔案給你的朋友 然後你點一下呢 他就會產生一個代碼 你只要把這個代碼 複製給你的朋友 然後你的朋友 同樣使用這個工具 他就可以 就可以直接套用你的MOD MOD的選項 你有裝了哪些MOD 他直接幫你套用 那我現在要教各位如何使用 現在呢 我們先回到這個 Change Profile 就是回到上面第一個畫面 這裡有沒有 這邊就是我們看到的那個畫面 第一個畫面 然後呢 import import 書會入一個設定檔 那他會問你要檔案 或者是call 那你只要把剛剛的call貼上來 空白應該他會自己把它過濾掉 然後我們把import進去 那他會說 因為已經有同樣的名稱了 因為你朋友的設定檔也叫default 所以你要 你要命名一個新的 比如說 tester1 然後呢 你再進去 他就會是一個一模一樣的 模組 MOD 然後你們就可以一起連線遊玩了 好 大概就是這樣子 非常的簡單 好 接下來呢 如果哪一天 你哪個MOD 互相衝突到 所以你想要暫時把它移除 或者是隱藏的話 我們可以先直接點選這個MOD 然後呢 依序它的功能 就是 移除 他會直接從這個清單列表裡面消失掉 好 那再來就是Disable 暫時關閉它的功能 那第三個節目管 他 第四個就是 他的 來源位置 他就會直接導到這個網站 那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那另外再教各位一個小地方就是 如果你喜歡 黑暗主題的話 可以到這邊 R的 然後 SWITCH 不知道怎麼念 切換 主題 這樣就可以了 好 那這個MOD 的原理呢 他其實 是不太會去影響到你原本的遊戲檔案 他是用一個 鏡像的捷徑的方式 去把你的MOD帶過來 所以當你不要的時候很簡單 你就把這個移除掉就好了 把這個檔案刪除掉 就OK了 就不影響到你的遊戲 好 以上就是這次的教學 謝謝各位 喜歡我的教學的 歡迎訂閱加按個小鈴鐺喔 我們下次見 掰掰